大家好,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進步 年頭就是月頭,月頭就是最著數要加入Patreon 希望大家對我的努力作出支持 繼續說英超新年快車 利物浦對李斯特城當然有做Patreon的預測 簡直是猜中比數,我猜中2比1 當然也必須要承認我和利物浦有些運氣才會有這個比數 因為利物浦的確入了兩個球都不是靠自己入 而是靠對方的守衛大法師上身,變魔術 入了兩個很漂亮的烏龍波 利物浦才會贏 但李斯特城的後防線級數真的很差 這件事的確有適可尋 在預測的時候我的理據就這樣說 英超重開之後,李成第一場對紐卡數就是見到攻不銳,守不穩 其實今天也不只是法師糟糕了 8分鐘的時候亞美迪也試過有類似的問題 就是明明後衛不需要解圍不需要碰球 守門員可以直接沒收這個明米明壞的斬球 但是亞美迪依然踢球去輸國球 只不過亞美迪成功解圍不太差 而法師37分鐘解圍撻Q變相很漂亮的守門員射門 李成今天兩個中堅其實都不穩 加上利物浦是主場 李成輸球的機會始終是大一點 第二個烏龍球更加誇張 法師是完全沒有必要碰球 他衝過去龍門島因為收不到制 他不是想要球 但球又迎面而來突然之間衝過來 互相衝撞起來的時候 一碰球一定是烏龍的嘛 好像保射一樣的嘛 所以他應該突然之間要有反應 跳起避開球 當然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最好是做得到 做得到的話就沒事了 因為後面有個隊友會幫到他 就是解圍的 但是法師他好像是想直接解圍 但其實他沒有位子解圍的了 所以他這樣堅強踢球 就是會入球的 變了都輸了級數的了 但是利物浦都需要組織到一個機會出來 才能駁到這些運氣回來 講到運氣 37分鐘那一刻就大一點 因為明米明米就這樣斬進去 人家擺烏龍都真的靠點運氣 但是44分鐘第二個入球 其實本身都需要利物浦做到一個有效率的反擊出來才行 就是對方的龍門球大腳開出來 利物浦的中堅馬迪浦是搶到第一點的 再通過張伯倫第一時間的彈傳 很快地找到紐尼斯就跑過半單刀 這樣第一時間的組織 這樣彈一下彈一下的確是防不勝防 紐尼斯的處理都算是進步了 可惜是中柱 這樣才逼到對方擺烏龍 變了又不可以完全怪理成的防守 同樣道理,利物浦一開球三分鐘落後那球 又是不可以完全怪理物浦的防守 因為這兩個的反擊過程都是快速難以防守的 說起來一開球的入球 又是李成龍門球大腳開出來 這次輪到李成就搶到第一點了 之後第二點第三點全部都是第一時間接觸球去彈的 都是李成那邊做出來 那麼多第一時間彈來彈去 對於防守那邊都真的防不勝防 這也是我猜李成今場有球進入的理據 我想他們怎樣都會打得好過紐尼斯的那場吧 結果真的一開球三分鐘領先 只可惜就如大家所尿 李成的後防線亦會爆炸 最終不敵利物浦 不過當然利物浦始終是強隊來的 他們都要靠兩個烏龍波去贏 始終不是說很夠水服力 所以現在我們都要開始討論 究竟利物浦在細節上有什麼問題 導致他們今天贏得比較敏水 三分鐘的失球 雖然對方做得很快很漂亮 彈來彈去 但是也真的看到 彈達神打防守中場中路的位置是弱點 覆蓋率不夠 做不到關鍵攔截 不只是這一球球 還有另一球 19分鐘的時候華底的反擊 同樣本身都是打通彈達神中路的位置 這次彈達神是比較容易可以防守 但是他也是做不到關鍵攔截 被人直接打穿了就是中間心臟的地帶 如果反過來被法賓奴守的話可能會好一點 法賓奴要陪老婆生嬰兒 所以缺席今天的賽事 也就是看到法賓奴不行的話 利物浦中場的深度就不夠 成績要再好一點的話 又是要買多個中場的 至於進攻方面 情況跟上一場差不多 張伯倫打快攻反擊的時候幫到手 例如第二個入球就是反擊過程當中 張伯倫參與組織 不過由於利物浦今天一開始就落後了 所以很多時間需要面對密集 尤其是上半場 接著就叫張伯倫那個位置 其實面對密集過程當中幫不了手 正正好像我上一場的蔡侯平片尾彩蛋說的 張伯倫雖然也不差 但是如果遲些要面對密集的話 我就很擔心他不會有什麼表現 今天是說中了 問題是說面對密集期間張伯倫太少拉邊 他經常都在中間偏左的禁區頂位置 而他的技巧又不是很夠 很難打到這些位置 很難發揮到的 如果能夠多一點拉邊 多一點給自己空間 多一點時間給自己可以面向前面 不用背龍門的話會容易踢很多 就是那句 張伯倫和上一場球一樣 有貢獻 不差 反擊是交到功課 但是面對密集就不夠意識了 其實面對密集的時候意識比技術還要重要 就算你技術是比張伯倫好的球員 例如露爾斯迪亞斯 或者是阿仙奴的馬天尼尼 但是面對密集不拉邊 站在禁區頂中間偏左位置 其實這些人都一樣是沒有什麼空間發揮到 最主要就是面對密集的空間 和你打快攻反擊的空間是完全不同的 是不能讓你勾勁中間這麼密去做事的 另外利物浦領先之後 少了要面對密集多了反擊 其實也有很多射門機會 即是說他們都創造到機會出來 其實利物浦有空間的實力是有 不過紐尼斯和沙拉都錯失了不少的機會 不只是紐尼斯錯失機會 其實沙拉今天一樣都是把握不了很多機會 如果能夠把握到這些反擊機會 入到第三顆的話 就不需要被人救病說是靠兩個烏龍波贏 而且利物浦傳送的精準度 今天都有些問題 尤其是負責派牌最關鍵的位置 即是中右翔標的位置 軒達神很多失誤 經常交失球 軒達神的表現不穩定 很可能和欠缺輪換有關 不過又幸運 太亞高艾簡達娜和艾利諾 另外兩個中場的拍檔保持水準 補回數 尤其是太亞高艾簡達娜 又是很厲害 保護球、控制節奏、防守、關鍵攔截 全部交了功課 擺明是有世界盃體能紅利 他不用打世界盃 艾利諾也是 艾利諾是沒有世界盃上陣的 這也是我比賽之前 看好利物浦贏的原因 另外紐尼斯和亞洛都打得好些 亞洛雖然進攻的時候還是心急了些 有時會亂按大腳亂按踢球不知在哪裏 但是今天這個亞洛的防守是好啊 19分鐘防守反擊 他好東西啊 關鍵攔截啊 算是這樣啦 以往這些環境他就消失於密室當中 也不知在哪裏來的 而其他時間他的防守都多次有貢獻 還幾次搞定了華底 華底都沒有他扶 紐尼斯雖然繼續是把握不到機會 但是整體好了 除了一些資點進步之外 他專注多了跑一些位置出來 他落體線全中都有貢獻 射中柱那一下 其實他的處理都比以往好了 以往連龍門都不中的嘛 好了 去到最後了 我們看到卡普都在球場那裡看球的 也就是說差不多他會為利物浦披甲上陣 如果今天有卡普的話 有什麼不同的呢 劉代Patreon片尾彩蛋 再申言討論給大家聽一聽 卡普會幫到什麼 Youtube這裡記得給點Like、Subscribe、按鐘仔 才可以幫到Channel增長 多謝了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是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片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